大家好,H1的小猫军外的家见面了,曾演出《同一W两个世界》,慕依能等知名韩剧的韩国演员韩啸周,在2月22日迎来生日之际,捐款5000万韩元,约新台币129万4万美金,给爱的果实社会福祉共同募款基金会,帮助弱势族群。 爱的果实社会福祉共同募款基金会,22日表示,韩啸周于生日捐款这笔捐款将使用于帮助未婚单亲妈妈的相关设施,给予母亲和孩子的健康有关的新教育项目。 韩啸周于2022年成为爱的果实社会福祉共同募款基金会的高额捐款俱乐部的会员,该俱乐部是捐款额超过1亿含元者的俱乐部,他在财团、法人、美丽财团开设了孝州基金, 帮助高领者支出生活费,并在被疏远的儿童青少年文化体验事业方面提供协助。 此前,他下周以多次捐款帮助不同的弱势族群,他曾为江源道三菱大火的灾区捐款帮助灾区重建, 也将他出演综艺节目《首尔相巴佬》的演出费用,捐给其故乡的新生命支援中心, 他也在疫情期间捐款协助抗疫并捐款帮助因暴雨而受害的灾区。 而韩孝州自从去年出演慕名艺能大爆之后,他又有新剧来了。 由韩孝州、朱志勋主演的新剧《支配物种》预定将在今年4月与迪士尼家公开。 近日,男女主角的造型抢先曝光,韩孝州剪短头发,变身公司代表,超帅气。 其实,他与朱志勋曾在2006年一起拍过银料广告,没想到时隔18年两人见人合作了。 当年青涩的少男少女已经是成熟的帅哥美女了呢。 《支配物种》是直笔TVN秘密森林系列GTBC Live Disney家的迷惘追凶的李秀妍编剧的新作。 剧情背景设定在人类餐桌上的新鲜肉类消失后的人工培植肉时代。 讲述结束人类使用动物数百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生物科技企业BF掌握了培植肉市场。 在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的时期,企业内外陆续出现了质疑BF的代表行为的人。 韩晓舟将在剧中饰演影自由一角,是细胞合成肉BF公司的创始人兼代表。 朱志勋饰演的宇才云,则是毕业于海军士官学校的前任军人,现任影自由的保镖。 配剧部分李虚俊饰演从外务部书记官开始,经过政党活动做上国务总理之位的鲜鱼仔。 李茂生饰演生理学博士文山,是影自由的大学同学BF集团的创始成员兼培养业技术总负责人。 朴志勋则饰演BF集团企划市长兼律师郑海登。 在迪士尼家近日释出的2024新剧阵容中也有支配物种,男女主角的造型抢先曝光,朱志勋的侧分大背头比较眼熟,在多部作品中都是这个发型,而韩晓舟则难得剪短了头发, 冷漠的表情看起来很有气场,不愧是公司代表呀。 在官方IG公开的短视频预告中,韩晓舟似乎在研究某种危险的物质,只见他喃喃自语,是可以活用的资源,还是说远离才是上策呢? 支配物种预定4月开播,开预告科技感满满,有种科幻电影的即时感,大家想不想看这波呢? 韩晓舟与朱志勋曾在2006年一起拍过饮料广告,当时两人都好青涩啊,对比现在的模样,感觉这18年来, 他们虽然变得成熟了,但颜值也完全没有下降,很期待这次在新作两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呀。 韩晓舟1987年2月22日出生于韩国中青北道青州市,韩国女演员毕业于韩国东国大学演剧电影科。 2003年获得MTM模特选拔大赛第二名以及第九届比格瑞亚小姐大赛第一名,因为其甜美之欲的微笑被称为微笑天使,而她极具感染力的微笑,一体现在她的剧中的形象,比如在她首次带人女主角的韩剧《春天华尔兹》中,她就饰演乐观开朗的徐恩盈,在Happiness中,她已露出了标志性的甜美笑容。 2004年正式出道,银评处女作务是《No Stop 5》,2009年因灿烂的遗产而人气高涨,并为中国观众熟知,缔造了47.1%的超高收视率。 她一评这部剧获得了当年SBS演技大赏特别企划部门女子优秀演技奖。 星光异异的成就背后,她在背后付出的努力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 2010年,谭向周在拍摄多达60级的大型古装剧《童一》时,几乎一年间昼夜不分,没睡过一个好觉。 还好她的努力没有白费,该剧收视率最高33.1%,韩笑周还凭此与金南柱并列当年NBC演技大赏得主,以24岁年龄成为该奖项最年轻得奖者。 她是一只眉中稳重美丽的变恩采,是童一中聪慧善良的崔童一。 她有着讨人喜欢的容貌和清冷的气质,内敛浅笑就能散发迷人的魅力。 30岁的韩笑周18岁出道和李准基合作主演的《一只眉》为她赢得了国内观众的广泛关注。 韩笑周笑容甜美,气质优雅,不具攻击性的美貌和性格,很讨人喜欢。 与一只眉不同的是,同一作为更正统的史剧,很挑战演员的演技。 而且与年长16岁的演员大前辈池珍熙对系,作为大女主的韩笑周顶住了压力,很好地完成了角色的拍摄。 与素质线合作的爱情电影《只有你》,韩笑周饰演失去势力的盲女《静花》一绝。 韩笑周自带地惹人恋爱的清纯,让男人很有保护欲。 据悉,韩笑周击败了文根英、朴宝英等清纯类型的女明星成为女主角。 除此之外,韩笑周因为饰演多个女特务的角色,深入人心。 比如2013年电影《监视者们》中的何允珠,2019年聚集《绊脚石》中的Sawing Pack等。 韩笑周还被韩国娱乐圈誉为韩剧中的特务专业户。 韩笑周在2013年时拍摄电影《间谍任务》,该部电影翻拍自港片《跟踪》,这应该是韩笑周首次挑战动作类电影。 光有郑与盛、薛耿秋与韩笑周的超强CAS就信了一票人到电影院朝圣。 而这部片也让韩笑周的演技再次获得认可,也向大家证明了,除了清纯爱情片,它还有很大的塑造空间。 而韩笑周凭借该片获得第22届韩国辅日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奖,以及第34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这一年韩笑周26岁也成为了韩国史上最年轻的青龙影后。 2015年韩笑周与朴旭俊、李东旭主演的爱情电影《内在美》上映。 今年徐玄镇主演的大热同名韩剧《内在美》就是分拍自该影片。 凭借该片,韩笑周提名韩国大中奖和青龙奖最佳女主角。 2016年与李中硕主演的悬疑爱情剧《W两个世界》饰演外科女医生吴炎珠一绝。 该剧题材新颖,剧情引人入胜,播出后受到中国剧民的疯狂追捧。 韩笑周与李中硕这对善男性女超级扬眼。 CP感满满,砸头发,挤鞋带,抱在怀里一起逛超时购物, 简直满足了少女对于爱情的所有幻想。 2019年韩笑周远赴匈牙利的《布达·佩斯》拍摄知名电影《神鬼认证》系列的影集《绊脚石》。 在剧中饰演一名身兼特工的钢琴老师,是个平时看起来朴素和善, 一旦接到任务就会出动杀掉目标的反差角色。 在绊脚石中,温柔的韩笑周化身身怀绝技的女特工, 贴身肉搏、飞檐走壁及吊钢丝都亲自上阵。 为了各式各样的动作场面, 韩笑周在当地训练了将近一年的武术与格斗技巧, 同时也精修英文, 让自己能更完美地诠释角色。 如今37岁的韩笑周已经出到20年, 相对于作为演员的时间来说, 韩笑周的作品并没有很高产, 仅有7部电视剧, 但每部都堪称精品, 收到了很好的收视率和口碑, 他似乎从来不及于产出, 只想选择适合自己的好剧本, 专心演好戏。 37岁的他容颜依旧如初道时那般清纯, 只不过更多了份知性美, 不得不期待下次他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。 你喜欢演员韩笑周吗? 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呢?